好,歡迎來到最後區內部的遊戲教學 今次介紹的遊戲是 Flip Out 是一款派對遊戲 適合2至5人玩 大約會玩15分鐘左右的遊戲 Flip Out可以用5個玩 今次就用來解釋4個玩 看到一些牌子 牌子有特別的地方是 有機會是前後和顏色 或者有機會是前後和顏色 對,不同顏色 就是這樣 有一個設置 沒有人拿回自己的卡牌子 然後就這樣排好了 其實卡牌子可以放入這張牌子 我已經排完了 基本上就可以開始了 所以我們永遠就是 我們永遠就是去看自己面前的牌子 基本上是看不到你另一面的牌子 但你會看到你對手的外面的牌子 好,待會就輪流你的回合做事 到你的時候 你會有兩個行動的 有六樣東西給你選擇 在這六樣東西可以選擇 兩樣東西做 因為你有六個行動的項目 六樣東西給你選擇 第一樣東西可以選擇 就是把你一張牌子 到前背面 以及回到正面 就是這樣 回到正面 這樣就完成了 很簡單 第二樣東西就是 把你自己的牌子 去到對調位置 就是這樣 第三個就是 把你自己的牌子 和你的對手 去到對調位置 譬如我把這個 和這個 這樣調 這樣調給他 這樣調過來 就是把別人的外面 變回自己的內面 就這麼簡單 第四個就是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兩張 和別人的兩張 對調 但如果你把自己的兩張 和別人的兩張對調 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必須要 那兩張 都要去到 黏著 例如我自己面前 這兩張是黃色的 我就可以換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兩張是綠色的 即是易換而是可以的 不過是要兩張相同 和別人的兩張相同 只要是連繫著 好 然後就有第五、六樣東西做 現在就 起動來了 這遊戲是鬥高分的 你要score 一張卡 一分的 第五、六個 行動給你選 就是要score 第五個 行動給你選 就是 要score自己面前的牌 只要你自己面前 假設這個是我 你忘了什麼 我 我裡面也好 假設我自己面前 示範 是有四張 或者以上 是連繫著的牌 我就可以說 我現在score 好了 我又在我面前 看到的score 然後放在我自己的 得分區 然後就即時補回 score 然後去推 就是這樣 好了 或者這個遊戲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去score 別人的牌 怎樣score 別人的牌呢 就是你只要看到別人的外面 比如這個 別人的外面 有四張 以上的話 連著 連著的話 就好了 如果要score 你score他 就可以把牌 放在自己的地方 不過由於你score 所以 你就要把其中一張牌 送給那些人 對 所以這樣玩 好了 我們怎樣做完 怎樣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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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 完了那一刻 都有一個特別的free action 送給你的 就是 如果你可以去到 完成到 即我們有第五個point 即你自己面前 那一刻 都能score到自己面前的牌 你都可以去到 進行一個free的score 然後就去到 看看你自己去到 score到的牌 有多少張 最後最多張數 我就會贏 那麼 這個flip out的遊戲 就做到為止了